无蛋无奶的糕点 经常会有不够湿润 或是不够松软这样的困扰 但是要怎么做 才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呢 赶快来请教杨开瑞老师 今天舒适小时光 要介绍一道 法国传统常温的小点心 柠檬红茶马德莲 马德莲是有着 可爱贝壳形状的小巧蛋糕 这里特别改良成 纯素版本 来诠释这款经典滋味 做蛋糕若不用蛋 还能美味好吃吗 其实还有很多的食材 可以取代蛋 而且效果令人惊喜 这道马德莲就用了 亚麻籽粉与柠檬汁 这两种食材来替代蛋 首先是亚麻籽粉 将亚麻籽粉与水搅拌均匀 放置十分钟 成为粘稠糊状像蛋一样 亚麻籽粉拥有珍贵的 Omega 3脂肪酸 有保护肠道的膳食纤维 以及抗氧化物等等 它不只是替代品的角色 甚至比鸡蛋还要健康 再来是柠檬汁 当酸性的液体 与豆浆混合时 豆浆会开始乳化浓稠 成为豆花状 使糕点松软膨胀 也能增添风味 学会了运用这两种食材 来做美味的纯素蛋糕 就一点也不难了 先来制作糖汁 冰凉糖汁能够快速渗透 热腾腾的马德莲 让没有淡的蛋糕体 保持湿润松软 食材有 风糖浆15公克 柠檬汁10公克 做法是将 风糖浆与柠檬汁 混合均匀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 马德莲食材的部分有 干材料低筋面粉70公克 杏仁粉30公克 泡打粉4公克 苏打粉1公克 碎红茶叶1茶包 或者是2公克 食材料有 无糖豆浆60公克 亚马姿粉5公克 柠檬汁25公克 植物油25公克 风糖浆40公克 柠檬精油5滴 或者是少许的柠檬皮屑 首先烤箱预热220度 然后在这个烤模上 喷上防沾烤油 撒上低筋面粉 轻轻敲掉多余的面粉 这个动作呢 能防止烤模沾黏 过筛低筋面粉 锅子 相婉 颜�表忍 制作シ士 泡打粉 塑膠 醉油6 pequeño 酥油3紫水 416K 无糖豆浆拌入亚麻籽粉 等待十分钟浓稠后 加入柠檬汁混合成为糊状 再加入蜂糖浆 柠檬精油 然后分次倒进植物油里面搅拌 让油与液体滤滑均匀 那现在呢我们将干材料与湿材料混合均匀 成为浓稠面糊 拌好的面糊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 让面糊确实吸收水分 这样的蛋糕体呢会更加的湿润 面糊放入烤模中 先烘烤五分钟 之后将温度调降到160度10分钟 烤好后脱模 趁热涂上冰凉糖汁 今天分享了好多让纯素蛋糕变好吃的小技巧 请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